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戒電質的透鏡 戒電質透鏡 它是這樣的一個,它是一個圓柱形 外面是一個這樣形狀 不過裡頭這個戒電質 這是一個半球 這是一個圓柱面 這個地方是戒電質 我們把這個區域分成1,2,3個區域 現在我們把這個座標畫出來 這個是x軸,這個是y軸 如果用圓柱坐標的話 這是圓柱坐標 這就是z軸 ok 現在我們從這裡看 現在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讓這個 我們現在要讓 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電場 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區域1 區域1有一個電場 這區域1 這區域1的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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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界面 就是在這個界面這裡 靠這一邊的電場 是這個 是這個 這個是R0 這個是45度 這個的電場 這區域1的電場 這區域1的電場 我們現在要問,如果這個電場穿過這個戒指以後,到了這個戒指,它要圓X軸的方向,怎麼辦? 我們現在要求,如果在第三區是電場E3,它是等於AX 就是說你在這個裡頭,這一點的電場在第一區,它是有這兩個分量 但是穿過第二區,從第三區出來的時候,電場只有X方向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戒電值至戒電長數 它的戒電長數是多少?這個戒電長數是多少? 我們可以用個IPSO2來表示 就這個 好,那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怎麼辦?我們就一個戒面一個戒面做 我們先看二跟三的戒面 二跟三的戒面 二與三 序域之戒面 在這個戒面,我們知道N要等於AX 這個戒面是指這裡 這裡 這個地方N是從底往外 它跟X同方向 是這個方向 我們現在就設 第三區之電場 為 E3 因為它已經告訴我們 它是在X的方向 E3是不知道 E3不知道 第二區我們也不知道 在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這個地方的電場是那個 靠近這一邊呢 電場是這個 這個 是 這是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 在界面上 第三區跟第二區 好,E2 E2本來就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們就把它分成三個分量 把一個相量可以分成三個分量 X分量 在原X方向 再加E2Y分量 在Y方向 再加上E2Z分量 好 那這都是假設 可是我們知道 透過這個邊界的連續條件 這兩個 這兩個 電場 它有什麼樣的連續條件 你想想看 電場在邊界的地方 是什麼連續的條件 切線分量要無條件的相連續 對不對 切線的方向 現在第三區的切線分量等於什麼 第三區就是這個 就是Normal Component 第二區有 第二區的切線分量是哪兩個 這兩個 對不對 是這兩個 所以我們就由 電場 電場 是 邊界 條件 我們得到 E2Tangential Component 要等於E3Tangential Component 那E2Tangential Component 就是這兩個 所以 1 2Y A1 再加上 1 2Z AZ 這個呢 是0 這個是0 好 我們知道一個項量是0的話 它每一個分量都是0 所以 我們說 1 2Y等於0 其 1 2Z 等於0 所以 1 2呢 它的 Z Component跟Y Component呢 等於0 好 那麼再來 由電位移的邊界連續條件 電位移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剛剛講過 垂直分量 有條件的相連續 就是說 在邊界上面沒有自由電荷的話 那D2N要等於D3N N2N D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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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N就等於 第二個 界值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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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 1N 2N 2N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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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 乘上E2X 就是Normal Component 要等於第三區的 第三區只有ε 第三區也不一定說 這個地方就是真空 反正就是這有某一種介質 我們就用εR3 再乘上E2 乘上E3 E3本來就是Normal Component 就是X方向 從這裡我們可以解得 E2X 要等於 我們說如果第三區為空氣 如果是空氣 則 Y3 R3 要等於1 這個時候 E2X 它就等於 E2X 這就是X方向了 Normal Direction Normal Direction E4 R2 E3 我們假設它是空氣 它就變成這樣 現在我們把 第二區的電廠 求出來了 第二區的電廠 這兩個分量等於0 只有這個分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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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看這個區域 現在我們看區域1與區域2的界面 在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上面 這是一個 在它的一個界面上 這是一個圓的面 這個界面 這個地方的界電值 向Y是正 所以它的N 是朝這一邊 N是朝這一邊 N跟這個R 方向正好相反 AR 在這個界面上面 我們有 N 要等於-AR 方向相反 這個 第一區的電廠 第一區的電廠 已經告訴我們第一區的電廠 是這個 第二區的是這個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是用圓柱坐標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呢 使用迪卡爾坐標 我們就把這個 畫成圓柱坐標 畫成圓柱坐標 那麼 我們先寫出來 等一等我們再來 畫圖來看看 第二區的電廠 畫圓柱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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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柱坐標 這個地方的電廠 原來是什麼方向呢 原來是這個方向 不要畫 這個不要畫 比較有空間 這是E3 X方向 X方向 那它現在可以畫圓柱坐標 圓柱坐標 圓柱坐標是什麼呢 Z 然後這個是Phi 這個是Phi 然後這個是R 那當然現在就是只有Phi跟Z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看 這個如果是R的話 這個角是C 這個角是Phi 是Phi 是Phi角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把它兩個方向呢 畫出來 AR 這個就是AR A5是這個方向 A5是這個方向 這是垂直的方向 OK 所以呢 E2 我們把AX畫一下 AX 這個是AX 我們這裡就畫AX好了 我們就把這個當作AX AX E3先不要寫 AX 那AX可以畫成什麼呢 這個分量 這個分量 再加上這個分量 這個分量 這個分量跟這個分量 那這個分量呢 就等於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個是 45度 這個45度 所以這個是45度 所以這個是45度 但這個也45度了 45度 所以我們可以把AX AX 它當成是等於AR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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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應該是 這個 投影到這裡來 再加上 這個投影到這裡來 這個投影到這裡來 這兩個 它是等於AR AR cos 45度 這個是 負的A5 45度 這是AX AX 那AR 加上這個分量 加起來 要等於AX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把E2 把它 用這個 寫出來 E2 原先是等於什麼呢 原先是這個 ER3 YR3 OVERYR2 是這個 我看錯了 這個 這個 E3 YR2 是這個 好 現在我們把AX 用這個帶 它就等於 E3 R2 乘上 AR cos 45度 A5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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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度 對 這就是這樣子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 撐出來 這個 都是2分之 更號2 了 都是2分之 更號2 所以它其實就是等於 2分之 更號2 2分之更號2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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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R2 再乘上 A2 A5 這個寫清楚一點 OK 好 現在我們在 在這個邊界 E1 E1 我們也知道 E1 它給我們 E1 對不對 E1 跟E2 我們用它的連續條件 什麼連續條件呢 就是 切線方向的電場相連續 還有電位移 還有電位移 法線方向的電位移相連續 連續條件 連續條件 E1 T 要等於 E2 T E1 我是不是擦掉了 E1 E1是这个 这是他给我们的 AR5 减到A5 3 那么现在切线方向 哪一个是切线方向 AR跟A5哪一个是切线方向 哪一个 A5 A5是等于什么 负3 要等于 这个 也是这个是切线方向 就等于根号2 等于负的 根号2 一三 两倍的 IPSON R2 IPSON R2 好 那 这是由这个编写 这个编写 然后再由电位移 电位移是 D1 N 要等于D2 N 哪一个是NORMAL COMPONENT呢 这个 所以是 我们先写一下 EPSON ZERO E1 NORMAL 我们假定 这个也是 EPSON ZERO 这个也是 EPSON ZERO 当中那个是 EPSON R 好 它就等于 EPSON ZERO EPSON R 再E TU N 好 那这个 EPSON ZERO 它的NORMAL COMPONENT 5 要等于 EPSON ZERO EPSON R 这个NORMAL COMPONENT 是这个 那 EPSON R 2 就是 EPSON R 因为 只有它有 只有它是界定值 其他的不是界定值 所以这个就变成 根号2 E3 E3 两倍的 EPSON R 好 这个EPSON R可以约掉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E3 是等于 10 over 更好2 Vol per meter 10 更好2 好 我们现在 知道E3了 它一直用R2 不知道哦 这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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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数 未知数 我们就 这个代入 这个代到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第二 好了 带入第二式 带入第二式 那就是负3 那就是负3 要等于 负的 根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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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倍的 EPSON R 所以 EPSON R 我们求出来 就是等于 6分之 根号2 的 E3 那我们把这个 E3 带进去 就是 根号2 over6 然后 根号2 分之10 三分之五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让你求这个 利用边界条件 你们不要讲话了 下面注意听到 好 现在我们 再看一个 题目 好 这个 题目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 半径是 大R的一个 借垫直球 借垫直球 OK 它的 借垫常数 是 YPSON R 现在我们在 它的中间 埋下一个 理想的 电偶级 埋一个理想的 电偶级 它有 偶级举是 P 偶级举是 P 那现在我们要问 球内 跟球外 任意一点的 电厂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 呆头 呆头 有一个呆头 现在我们要问 这里头一点 外面一点 它的电厂 是怎么 怎么做 这要怎么做 你这里摆一个 这里本来都是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里通通没有电厂 通通没有 你现在这里摆一个 电偶级举 它产生的电厂 会让这个 激化 就说这里头有电厂 然后 它在外面也有电厂 然后这个东西 激化了 它的密度 它的电厂密度 激化电厂密度 也会在外面 产生电厂 这时候内外的电厂 是怎么样的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先求电位 先求这个电位 由电位再来求电厂 那电位呢 我们现在只知道 这个电偶级举在这里 这个上面的这个 电厄分布 我们通通不知道 而且它现在有 不同的介质 这个外面是 epsilon zero 所以这个介质的表面 会有这种连续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我们 就要先求它的电位 里头的potential 外面的potential 那么求potential 现在我们就要有 这个 Laplace equation来解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 等于R 再加上R平方 sin θ分之1 parts over partial θ 再加上2平方 3平方 θ 照这样子的话 V它是三个坐标的函数 可是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 待会在这个地方 它在周围产生的电位 它的电位 它是 这个形态 有potential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p dot r unibent 4 pi epsilon zero 2平方 我们先把它画 把这个向量给它画 就好 cos θ 4 pi epsilon zero 2平方 那么potential 它只有R跟θ 就是说它只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 随便画一个 5有关系 跟5有关系 然后跟这个R有关系 你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有关系 那么 跟5没有 跟这个5没有关系 5就是这个 如果是一个球坐标的话 5就是这 在这里面画一个圈 通通是跟这个一样大 跟这哪一个c的角没有关系 所以 由这个得知 V呢 仅仅是R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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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就把 vplastic question 画成这个形态 R于0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通解 对不对 我们就把他的通解写出来 他的通解 然后 不算是这样 好 这是通解 那现在我们就看球内跟球外 我们现在要决定这两个常数 我们看看球外 球外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R可以到无穷大 从半形大R到无限大 R可以到无限大 如果R到无限大的话 这一项就变成无限大了 那就不合理 因为电位不可以是无限大 它必须是一个有限值 所以 我们知道 球外的话呢 那R 它是可以趋于 R可趋于 Infinity 那么 A R A 这个 电位就变成 无限大 所以电位就变成 无限大 所以这个理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另 A L 等于 那就没有这一项了 于是 在球外的话呢 它的V值 是等于 只有后面这一项 L 等于 0 到无限大 R L 加1 次方 BL 好 这个第一是 我们再看球内 球内的R 它是 从0 一直到 R 0到R 0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R 从0 0的话 当然 R是从0 0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0的话 这个也没有问题 不是 好 我们说这个 这个地方 当然R 去于0 当然也没有了 不过它R 不去于0的话 它会有值 所以 我们就把这个 值写成这样子 这一项 R可以去于0 后面这一项呢 后面这一项呢 我们说它 这个时候 在这个球里头 任何一点 所产生的 这个 电位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带 因为 它就等于 4π ε0 它因为是界电子 所以有 εR 然后R 平方 然后 d1 cosθ 就说 这么多项里头啊 它L从0到无穷大了 L到无穷大 但是它这个地方 只有cosθ cosθ是当这个 L等于1的时候 所以 所以呢 1的时候 因此它就只有 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 OK 只有这一项 好 那么 这是第二 我们现在 用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是什么 连续条件 一个是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 就是 V R θ 要等于 V 内 Y R θ 当 R 等于 大R 的时候 在边界上面 它的 电位是相连续的 于是 于是我们就有 Sigma L等于0 到无限大 R分子 L加E 这个是左边 这个 这个 你要把这个小R 变成大R 右边呢 右边呢 把这个小R 变成大R 它就变成 它有两项 有两项 一个就是 Sigma L L 0到无穹大 A L 就是 R的L之方 P L cos z 再加上 再加上 4 π Epsilon 0 Epsilon 大R的平方 P 乘上 cos cos 这两个相等 这是利用这个 电位 的 连续性 从这里 我们来 看看能解出什么 因为这个 这是无穷多项 这是 多项 是有无穷的项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成 1 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有后面这个 L等于1 那么这个就是 cos c 这也是cos c cos cos 统统 于是这边就变成 B1 R的平方要等于A1R的一次方 再加上后面这个4πY0 YR的平方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B1 B1用A1来表示 它就等于A1R的三次方 把这个R的平方乘过来 再加上4πY0 YR R的平方在这里约下 这个我们算是第三次 然后R不等于1 R不等于1就是这两项 这两项只有那两项有 L不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有 1等于2等于3等于4 多项是要相等的话 它每一项的系数都要相等 L等于2的系数 跟L等于3的系数都要相等 那就是等于BL或R L加1 L等于ALR的L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L不等于1 L不等于1 于是我们把B的常数 也用A来算 2L加1 这个程度 再加上AL L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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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或是現場的連續性,或是電位移的連續性,我們在地的實質。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裏,下一次我們來看另外的邊界條件。